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在吗 我妹妹最近遇到了一点情感问题 你帮我劝劝她吧 自从朋友知道我开始写情感专栏以后 这样的对话框就屡见不鲜 就在今天周五 我正嚼着在也吃不出新鲜感的外卖时 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其实她的故事很简单 也很平凡 但却很有借鉴意义 所以我想写一写 小诗家境优越 留学澳洲 和男朋友从高中毕业就在一起了 两个人断断续续谈了八年 现在男朋友失业稳定 他想结婚了 但男生却迟迟没有求婚的动作 他想我给他出一些主意 好让男生主动求婚 我问小诗 你确定要和这个男生结婚了吗 我觉得和他在一起感觉挺好的 而且在一起也挺久了 所以觉得和他结婚应该不错 他在电话那头害羞地说 你想象中的婚姻是什么样的呢 是不是像童话故事里写的那样 从子公主和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他笑笑不好意思回答 但我听出了答案是嗯 虽然我很羡慕他的单纯与天真 但我却不得不泼他冷水 婚姻从来都不是幸福生活的开始 而是你们共同面对现实的开端 有可能你会面临恶劣的婆媳关系 有可能他会出轨 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婚姻问题 都有可能出现在你们身上 这一切都需要你在婚前想清楚 他是不是那个你值得面对这些的人 我给了他三点建议 第一是当询问身边人的意见 这样能帮你看得更清楚 小诗的男朋友 因为以前做过一些冲动的事情 而让女方父母觉得 他个性过于鲁莽冲动 导致印象也不太好 也是这点让他们的婚约迟迟没有进展 我说不如你和你父母好好谈谈 小诗略显激动地说 我真的要嫁给他的话 我爸爸妈妈也拿我没办法的 姑娘你错了 和父母谈并不是要你站在他们的对立面谈判 见过太多一位家长反对 而对恋情异常来劲的傻姑娘 结局都不是那么美好 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害你的就是你的父母 所以请心平气和地坐下来 用一种中立的态度跟父母说明现在恋情的进展状况 说出你欣赏这个男生的哪些优点以及缺点 他们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 对于他们提出的疑虑 不要本能地反抗而是立心地考虑 相信好的爱情是能经得起父母家庭考验的 第二去见见他的父母 看看他的成长环境 很多人在生活中颠倒了顺序 往往是想要结婚了才去见对方父母 而我的建议是先见了父母再决定结不结婚 很久以前在网上看过一个故事 女儿要去见男方父母了 头一天晚上兴奋又紧张 不停地问妈妈 明天我去了要注意什么呀 吃完饭我要不要帮忙洗碗啊 我要带点什么礼物过去才好呢 穿什么衣服我看起来比较温柔贤惠 爸爸把女儿叫到身边对他说 你去见家长 第一要表现得落落大方 有礼貌 这可以给大人留一个好印象 但是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 是考察他的父母 女儿很好奇地看着爸爸 见家长并不意味着你单方面地让他们认识你 同时也是你认识他以及他的家庭的一次好机会 中国的婚姻从来不是两个人的婚姻 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超乎我们的想象 父母是否恩爱 家庭氛围是否和睦都影响你未来的幸福时数 他爸爸现在对待妻子的态度 就是十年后他对你的态度 从他们家的家具摆设 收藏爱好可以看出对方家长的大致品性 母亲是否强势 或者过度宠爱儿子 他是否是一个妈宝男 这些都决定着 你以后是否要陷入一场婆媳大战 如果他在家里一来伸手翻了张口 那你也别指望以后他对你呵护有加 体贴备置 结婚前记得去看看他的家庭 那里有他父母相爱的样子 也有你们未来生活的缩影 第三点 准备一起去旅行 或者共同面对一次危机 一个人走得有多快 大概是和他爱你的时候有多热烈有关 而你们能走多远 绝对是由他最坏的时候决定的 如果说决定恋爱是否甜蜜 取决于他有多浪漫 那么在婚姻中最重要的绝对是他的品质 我姐姐讲过一个他高中同学C的故事 C姑娘家境小康 面容清秀 大学毕业后认识了一位富二代 富二代家里是做房地产的 住在城中最高档的小区 起初追C的时候费了不少功夫 很快C就被他俘虏了 结婚后也住进了那个高档小区 可没想到婚后不到一年 富二代家里资金周转出现问题 要求C签字担保贷款 C想着反正是一家人 别傻乎乎地签了担保书 结果不到三个月 富二代举家消失 一笔巨大的贷款落在了C的肩上 他上了老赖名单 婚前的再多甜言蜜语都夹杂着说不明 道不清的荷尔茂 而真正能保证你婚后幸福的 是他的责任感与担当 记得有一次康熙来了 小S问某位女星 为什么会嫁给现在的丈夫 他说了有一次我和他去旅行 期间因为一个问题而大吵起来 当时两个人正驾车在沿海的公路上 他气急败坏地喊着要下车 就在他下车后两分钟 他老公却开车回来 对他说 我下车你来开车 你一个女生在陌生的地方不安全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他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男人 在那样的情况下 他始终考虑的是我的安慰 所以我在那之后决定嫁给他 一个人即使在最失忆最生气的时候 始终想的是你 那和这个人的婚姻 绝对不会坏到哪里去 所有的女孩都曾在童话故事里做梦过 以为结婚了便拉开了幸福的序曲 可现实往往是 结婚只是两个人一辈子的开始 你选的这个人 是要跟你腻歪一辈子的 一旦选错了 婚姻就不是爱情浪漫的延续 而是一个痛苦的深渊 不要过分地高估爱情 也不要过分地高估自己 面对现实的能力 希望今天的三点建议 可以帮到你 好了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内容 就是以上这些 感谢你的聆听 喜欢我们文章的朋友 记得点赞 转发朋友圈 来支持我们 我是海音 在首都北京 祝你晚安 要到美国总部集训半年 别去 现在求求正是右脚衔接的时候 你怎么开 他需要什么账 谁猜得出再往前一步 究竟是情是欲还是乌 谁算得出我们上一步 不是过的坎坷还是满足 你应该是天赐的礼物 我做爸爸了 哈哈哈哈 天是浪海谁哭 你不在乎如日月守护 你就在你怀中睡得那么熟 我们的幸福 包容全部 你我的心情 互相承拂 慢慢随它去远方 找到彼此的归宿 懂你的热 白发的让人羡慕 我们的幸福 我们的幸福 包容全部 你记管从今天开始 孩子的家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慢慢随它去远方 找到彼此的归宿 懂你的热 白发的让人羡慕 我们的幸福 我怕流产 有什么产啊 有没有怀孕 两棵树在一起呢 又会争作养分 那就再多给点养分呗 什么事啊 爱啊 你应该是天赐的礼物 你应该是天赐的礼物 你不在乎 你